近日许久未露面的实力派演员谢兰在微博上晒出一组出油照,照片中他身披绿纱,头戴墨镜,一身清冷气质更胜当年,微博网友们更是在评论里抒发对谢兰的思念之情,可见谢兰在观众心中的影响力。 今天我们就来重新认识一下这位深受观众喜欢的影视明星谢兰。 谢兰幼年家境清贫,父母都是聋哑人,不过父母自小就疼爱她,8岁就送她去体校学艺,因一场意外11岁的谢兰终止了体操生涯。 在机缘巧合下考入北影学习,在校期间勤工俭学,因为努力和天赋他幸运的被选中与张国荣搭档,出演《烈半歌声》的女主角朱丽燕,也让观众记住了这个五官古典雅致的新生代演员。 《烈半歌声》,剧照00年,谢兰出演了《走过严冬》,中饰演帮助丈夫戒毒的女医生一角,出色的演技备受观众认可,更是一举拿下了华表奖优秀女演员奖。 01年,谢兰迎来了《事业上春天》,凭借《大宅门》,中爆狗丫头李湘秀一角爆红,剧中她将湘秀的逆境奋进,倔强与坚韧刻画得唯妙唯笑打动数万观众的心。 以至于《大宅门2》,春秀幻角后反差太大,观众口碑不理想。 古村女人,剧照,雪白雪红,剧照此后她又揭拍了《雪白雪红》,继母后妈,我的早更女友,古村女人,等剧,凭着过硬的演技更是斩获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女演员奖,中国电视精英奖,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,新盟村电视艺术界最佳女主角奖等多个奖项。 2000年,谢兰与同事演员的施小红结婚,婚后育有一子淡淡,性格温柔低调的谢兰更是为了家庭彻底退出娱乐圈,专心在家相夫教子。 退出娱乐圈的谢兰家庭生活幸福美满,在她在微博上经常能看到甜蜜的出游照,堪称人生名家。 但是广大粉丝还是期待谢兰哪天能付出银品,给大家带来优秀的影视作品,特别声明,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,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。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,版权或其他问题请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。 又括号点